一年前 台湾发巴水灾牵动着两岸民众的心 一年后 中央电视台记者重访高雄重灾区 讲述灾区重建的故事 8月8号起 中国新闻栏目推出四集系列报道 近年一月 请关注 在台湾2009年88风灾当中 高雄县甲仙乡小林村 因为遭受了灭顶之灾而被世人所致 当时台风带来的大雨至止山底滑坡 小林村村庄以及400多位村民 在一瞬间被掩埋在了滚落的山石土堆之下 一年之后 本台记者探访了小林村遗址 和劫后余生的小林村村民们 搜寻着他们新生活的轨迹 接下来一起来看看 八八风灾一周年重访系列报道之一 永远的小林村 从高雄县到甲仙乡 再到小林村 驱车需要两个多小时 一年后 通往小林村的山路 依然能够看到坑滑和崩塌 到小林村村口的最后一段路程 也仍然在封闭中 由于刚刚下过大雨 近小林村最后的几百米河床路 被上涨的河水阻断 我们只能隔岸眺望 小林村和一年前在电视里报道的灾情一样 大面积的滑体山坡 仍然显得猙獰 那个唯一没有被淹没的小屋 孤零零地 仿佛继续诉说着去年八月八号 那场惨烈和悲伤 死里逃生的小林村村民 潘淑青家里贴着一张房子的照片 那是他以前的家 只要看到照片 他就忍不住泪水 因为他的父亲和温暖的家 都在那突如其来的山体滑坡中消失了 看不到了也没有办法看了 劝证那亲人都不在了 现在潘淑青和其他六十户小林村村民 暂住在这片蓝顶的组合屋里 他被称为新小林村 八八风灾发生后 大陆迅速地调运了两百间组合屋 援助受灾的台湾民众 这片新小林村的组合屋 就是其中的一部分 这我们的客厅啊 像这些电视啊 什么红十字会他们捐赠 然后房间 冰箱也都是红会他们那边 有几个房间啊这里 三个三个房间 还有卫浴啊 还有厨房各一间这样子 厨房厕所还有客厅 对对 三十一厅是吧 对对 不仅室内功能齐被这些组合屋外 为了适应台湾民众的生活习惯 骑楼渔水管等配套设施拒全 潘淑青说 这里虽然比不上原来的家 但是一年住下来感觉还不错 就不错啊 可以遮风遮雨的 记者注意到 新小林村的村民并没有因为这里是暂住地 而失去了生活的情趣 许多村民在房前屋后都种植着绿草鲜花 孩子们不是在打着台球 就是在秋千上荡漾 村民委员会的委员们则讨论着小林村新的永久屋 大家镜头里看到的山体滑坡处就是去年八八风灾中将整个小林村所渊没的地方 而就在它一公里之外 新的小林村正在建设中 高雄县八八风灾灾后重建推动委员会执行长吴玉文告诉我们 灾后村落重建始终遵循着离灾不离村 离村不离乡的原则 小林村原地点在八八风灾中已经证明不适合人类居住 可是为了满足村民不离乡土和逝者的意愿 新的小林村就选择在了距离原村遗址几亿公里的安全地点 这个地方叫五里埔 那这五里埔我们的规划大概是规划的九十户 那大概坪数都是以二十八坪为主 那我们安置小林村的居民在这边以后能够在这里安居而已 除了这个以外 大概这个地方我们目前这个地方有一个叫小林文物纪念馆 那这小林文物纪念馆以后就是我们把小林的文化 他们的工盖 还有一些他们的一些文化传承的地方 在这里把它建立起来 那我们小林村是属于台湾的一个平湖族的一个族群 我们希望在这个地方这个文化能够继续传承 新的小林村永久屋将在年底基本建成 九十多栋新房将安置八八风灾后 小林村幸存下来的一百多位村民 他们将在这个家园中开始新的生活 而在不远处的地方就长眠着他们的亲人和失去的村庄 在那里除了一处处惦记亲人的痕迹外 还有这幅挂在树上的小林村原貌图 上面写着他们不屈服灾害 追求新生的字句 永远的小林村 中央台记者高雄报道 昨天晚上的十点左右 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州曲县城区强降雨 在今天凌晨的一点左右形成了燕色湖 那么本台记者今天凌晨通过短信发回报道说 燕色湖的面积依然是在不断的扩大 县城的一半都已经被淹了 城区停电 城区一些房屋倒塌 伤亡人数不详 目前的城区部分街道上已经出现了一米多厚的淤泥 周曲县州长毛武生说 初步估计有5万人受灾 目前确认有65人遇难 目前降雨已经基本停止了 但是不排除还有新的降雨 根据周曲县的县长介绍说 泥石流发生之后 白龙江水文站被冲毁 目前难以获得准确的水文资料 兰州空军的两架直升机搭载着爆破专家 已经在今天早晨的6点30分 赶赴周曲研究燕色湖的爆破方案 今天凌晨的5点钟 兰州军区某集团军近2800多名官兵 分别从甘肃和宁夏出发奔赴灾区 那本台记者呢 现在也正在跟随着部队赶赴灾区 将会随时发来甘肃州曲县 泥石流灾害救援的最新消息 我们也一起来期待着 好继续来看 中国国民党7号举行第10 观众朋友们中午好 欢迎收看新闻频道和综合频道 并期播出的新闻30分 以下是详细报道 今天早上甘肃省甘南州州区县 发生特大泥石流灾害 州区县处于峡谷地带 县城及周边地区大约有5万多居民 从昨天晚上10点开始 州区县上游突降强暴雨 形成泥石流冲进了州区县城 截断了城中的白龙江 形成艳色湖 从昨晚开始 当地政府紧急组织人员 往县城两边的高地转移 目前县城断电 通讯也部分中断了 据甘南州的州长毛生武介绍 现在已确认有80多人遇难 2000多人失踪 70多人受伤 救援工作已经全面展开 由于县城电力中断 目前还无法用专业的设备 传输现场的画面 当地消防部门通过手机采信 为本台提供了独家画面 本台记者也正在赶忙现场 有关州区县石流的灾情和救援情况 我们分别采访了 州区县消防大队的大队长彭伟 甘南州的州长毛生武 和南州军区司令部 作战部的部长孙元生 我们来听听他们的介绍 昨天晚上大概11点半左右 当时就是电伤雷鸣 这个狂风夹着暴雨 后来我的手机响了 我就一看是打了一个 同时暴雨电话 赶紧就第一反应就是救人 6名这个公安 坚持消防队员 当时也直接和110干警 直接就参与这个传言 这个后面对监作战 我们现场这个地形 就是两边是峡谷 中间是一条北农江 农房全部被冲毁 都已经被宜石流 已经一位停戒 大量的宜石流 已经进这个城区 在城区形成 小山一样的宜石流 这个宜之带 你在未来的确实情况 有可能就当中遇难了 这个宜石流呢 冲进县城 大约县城三分之二的 这个区域 正好把通过县城的 白龙江 这个大江被截断 形成了燕赛湖 昨天晚上最危险的时候呢 是大约每五分钟 被形成燕赛湖区域的 水的淹没的区域 就要增加一米以上 这个灾情发生以后呢 咱们甘南州和州曲县 立即启动了 特达宜石流自然灾害 一级响应 我们是三点二十六分 接到灾情报告的 目前我们动用了 两千四百人 还有第一医院 第七医院共一百人 赶赴灾区 同时调用两架直升机 打载爆破专家 前往州区 实施爆破作业任务 另外记者从州区 县政府了解到 燕赛湖形成之后 大量的积水沿排鸿沟 进入了城区 包括排鸿沟两侧的平房 等一半城区被淹了 目前城区部分街道上 已经出现了一米多厚的淤泥 兰州空军的两架直升机 搭载爆破专家 已经在今天早晨六点半 赶赴州区 研究燕色湖的爆破方案 兰州军区驻军 还派出了部队和两个医疗队 正在赶赴再去 来自国家防总的消息 国家防总秘书长 水利部的副部长刘宁 今天早上已经率 国家防总工作组和有关专家 紧急赶赴现场 协助抢险救灾 经过爆破排险 目前艳色体已经过流 艳色湖的水位开始下降 赶南州区县发生 特大泥石流之后 兰州军区紧急派出了 工兵 爆破 医疗 陆航等 多支部队赶赴灾区实施救援 灾情发生后 8号2点30分 兰州军区紧急启动应急指挥机制 王国生司令员在作战值班室 作战指挥 组织处置工作 兰州军区某集团军防化团 工兵团和某步兵旅 共2300名官兵 接到命令后迅速向州区县寄进 某集团军高炮旅的1000名官兵 也从宁夏青铜峡驻训地回撤待命 准备参加救援 某陆航旅的两架直升机 于7点从银川起飞 运送某集团军工兵团 两个爆破小组 赴州区执行爆破排险任务 连其某分部迅速抽组的34名医疗人员 5台车辆作为第一救援梯队 携带医疗应急设备 就近奔赴灾区展开救援 兰州军区第一医院抽组60亿人的医疗队专家骨干 7台车辆装备作为第二梯队 分两批摩托化奔赴灾区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30分 欢迎您继续收看新闻30分 今天是8月8号 两年前的今天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 那一刻全世界的目光都聚集在国家体育场鸟巢 我们来回顾一下那激动人心的时刻 当奥运圣火在北京的夜空熊熊燃烧 鸟巢水利方已经被所有人铭记 中国带给世界的不仅仅是一次体育的盛会 在那一刻中国也将自己独特的风采展现给了全世界 国际奥运会主席罗格在评价北京奥运会的时候 毫不吝惜赞美之词 他说2008年奥运会是一届真正无以伦比的奥运会 正是为了延续奥运会的荣光 从去年开始 我国将北京奥运会开幕纪念日每年的8月8号 确定为全民健身日 今年全民健身日的主题是 我运动我快乐 我运动我幸福 今天全国各地的绝大多数体育场馆 包括健身场所将对公众免费开放 而从明天开始 北京市将开始全面推广攻坚操 电台将恢复播放第八套广播体操的音乐 今天晚上西甲豪门巴塞罗纳队 同北京国安队的大战将在鸟巢上演 昨天晚上六点半 巴塞罗纳队的队员们准时出现在了北京工人体育场 进行赛前的最后一次训练 梅西伊布等大牌球星无一缺席 在训练开始之前 22名接受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捐助的 四川绵阳地震灾区的贫困儿童 还幸运地和这些巴塞球星有了一次亲密接触 期望并且相信今天晚上 鸟巢将会以一场精彩的比赛 纪念两年前那个辉煌的夜晚 而在云鸟巢一路之隔的水利坊 西水乐园今天起向市民开放了 以庆祝奥运两周年 首批游客昨天有幸进行了体验 这里是西水乐园里最高的平台 可以体验急速暗涌和翻墙倒海 两个刺激的项目 西水乐园开放时间是早上10点到晚上10点 成人门票是200元 来看院士看世博系列报道 中国科学院院士计算机软件专家何积峰 在参观世博园后说 中国政府把最好的技术展示出来 给老百姓看 世博园是中国最大的物联网 何积峰院士一走进世博园 就和很多对物联网感兴趣的观众进行互动 他告诉大家 物联网就是给物装上传感器 利用网络实现人与物物与物的互联互通 正在演示的是在数字互动教室上课的状态 不仅老师和学生在课堂上可以通过屏幕答题批示 学生还可以从学校的主服器上下载电子教材和家庭作业等 学生带着电子书包回家后 不懂的问题可以在同一个平台上与老师同学交流 在世博园随处可见物联网 比如世博门票使用的是射频芯片技术 一张门票不仅可以显示入园与否 还能实时反映游客的位置 可院士说物联网与世博会的主题完全吻合 今后还会发挥更大的作用 本台消息 8月7号凌晨 甘肃省州区县因强降雨 引发滑坡泥石流 堵塞临江上游之流白龙江 形成艳色湖 造成重大人员伤亡 电力交通通讯中断 胡锦涛总书记温家宝总理 做出明确指示 要求甘肃省和有关部门 当前要把确保人民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 千方百计救人 组织群众避险 确保群众生命安全 妥占安排灾区群众的生活 同时要兼顾上下游左右岸 科学处置艳色湖 迅速抢修重要基础设施 特别要尽快抢通道路 电力通信等 保证抢遣人员和救灾物资的运送 解放军武警部队要全力支持抢遣救灾 李克强副总理 回良玉副总理也做出批示 今天中午12时 温家宝总理率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同志 赶赴受灾地区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30分 欢迎您继续收看新闻30分 今天还是台湾88风灾一周年 台湾行政机构负责人吴敦义 昨天在台北表示 台湾已大致完成了灾后基础设施和家园重建工作 去年8月 莫拉克台风袭击造成台湾南部多处发生水灾 房屋坍塌 泥石流事件 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惨重 被称之为88风灾 据灾后重建推动委员会的统计 88风灾在台湾至少造成681人死亡 在台湾2009年88风灾中 高雄县甲仙乡小林村因遭受了灭顶之灾 而被世人所知 当时台风带来的大雨 致使山体滑坡 小林村村庄以及400多位村民 一瞬间被掩埋在了滚落的土石土堆下 一年之后 小林村的情况怎么样了呢 本台记者近日重回小林村 探访了劫后余生的村民 从高雄县到甲仙乡 再到小林村驱车需要两个多小时 一年后 通往小林村的山路 依然能够看到坑滑和崩塌 到小林村村口的最后一段路程 也仍然在封闭中 由于刚刚下过大雨 进小林村最后的几百米河床路 被上涨的河水阻断 我们只能隔岸眺望 小林村和一年前 在电视里报道的灾情一样 大面积的滑体山坡仍然显得猙獰 那个唯一没有被淹没的小屋 孤零零地仿佛继续诉说着 去年8月8号那场惨烈和悲伤 死里逃生的小林村村民 潘淑青家里贴着一张房子的照片 那是他以前的家 只要看到照片 他就忍不住泪水 因为他的父亲和温暖的家 都在那突如其来的山体滑坡中消失了 看不到了也没有办法看了 劝住那亲人都不在了 现在潘淑青和其他60户小林村村民 暂住在这片蓝顶的组合屋里 他被称为新小林村 八八风灾发生后 大陆迅速地调运了200间组合屋 援助受灾的台湾民众 这片新小林村的组合屋 就是其中的一部分 不仅室内功能齐被这些组合屋外 为了适应台湾民众的生活习惯 棋楼余损馆等配套设施拒全 潘淑青说这里虽然比不上原来的家 但是一年住下来感觉还不错 记者注意到 新小林村的村民并没有因为这里是暂住地 而失去了生活的情趣 许多村民在房前屋后都种植着绿草鲜花 孩子们不是在打着台球 就是在秋千上荡漾 村民委员会的委员们 则讨论着小林村新的永久屋 高雄县八八风灾灾后重建 推动委员会执行长吴玉文告诉我们 灾后村落重建始终遵循着 离灾不离村离村不离乡的原则 小林村原地点在八八风灾中 已经证明不适合人类居住 可是为了满足村民不离乡土和适者的意愿 新的小林村就选择在了距离原村遗址 及一公里的安全地点 新的小林村永久屋 将在年底基本建成 九十多栋新房将安置八八风灾后 小林村幸存下来的一百多位村民 他们将在这个家园中开始新的生活 来看十年新西部系列报道 近几年来 广西百色市不断加快红色之旅发展 成为红色旅游一大亮点 现在的百色起义纪念馆 是在1999年百色起义70周年纪念日开馆的 采用了声光电 实景 影视等多种先进展示手段 每天都有大批全国各地的游客来这里 回顾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 2000年以来 百色市以当年左右将武装起义留下的革命文物和纪念场馆为载体 推出一系列红色精品旅游线路 全国12个重点红色旅游区之一 红七军军部就职 清风楼 解放街等纪念场馆和景点 现在每天接待游客都超过1万人次 在红色旅游带动下 百色大石围天坑群景区 茶山金字塔景区 赶状山布洛陀文化旅游景区等一大批景区景点也十分红火 从2002年到2008年 百色市旅游接待人数从120万人次增长到581万人次 旅游综合收入从2.78亿元增长到30亿元 2008年 百色旅游业收入占全市GDP的6% 成为支柱产业之一 好江苏欢迎您 有旅业 有金房 有地产 有金融 有旅游 有教育 有荣乃大 南山集团 巴基斯坦洪灾已经造成至少1600人死亡 新一轮强降组可能是灾情尽有恶化 在巴基斯坦洪灾中受困获救的中国工程人员首批192人乘坐南航包机安全抵达物理木器 大火逼近俄罗斯核设施中心 8月7号成为莫斯科有记录以来空气质量最糟糕的一天 卡斯特罗出席古巴全国人民政权代表大会 这是他继2006年因常未出席接受首付之后 首次在古巴人大会议上出现 周世游落实鼓励民间投资新36条 2000亿投资寻求民间资本投资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 观众朋友大家好 大家好 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 以下来看今天的头条 头条关注一下昨天晚上的8点24分 在巴基斯坦洪灾中受困获救的中国工程人员首批192人 乘坐的南航包机安全抵达了乌鲁木齐国际机场 他们在乌鲁木齐休整之后将会飞赴郑州 成都济南等地 这里是新疆乌鲁木齐第五部国际机场 搭载着192名中方工程人员的南航包机 现在是从巴基斯坦的伊斯坦堡飞抵了乌鲁木齐 整个这个包机是下午2点20分的时候从乌鲁木齐起飞的 那么在8点24分就返回了乌鲁木齐 可以说整个航程都非常的顺利 我们现在看到这些返回来的工程技术人员 他们的精神状态还都比较好 现在终于回来了 心里踏实了吧 踏实了 挺踏实的 挺高兴的 因连降大雨 巴基斯坦西北部地区遭遇特大洪灾袭击 人员财产损失严重 中国在巴承建水电项目的268名同胞也被洪水围困 那当时被够洪水当中是什么样的情形呢 当时情形其实也没想那么多 当时总感觉吧 下雨期间还挺大吧 心里还挺踏实的 你们当时和外界这个交通是这个道路桥梁都中断了吗 路段了 桥梁还是 当时我们是在老乡家里边等着的 你们当时是在巴基斯坦的老乡家里 对 那我们挺安全的倒是 这些老乡当时给你们一定的关照是吧 对对对 他们对我们挺好的 经中巴双方连日共同努力 除三人失踪外 265名同胞脱离险境 我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随即安排 将其中192人迅速撤离巴基斯坦 据介绍 目前仍有14人留守在水电站项目部 其余59人被安置在伊斯兰堡 他们将根据工作安排回国或返回水电站项目部 巴基斯坦连日的暴雨引发了西北部地区 80年来最为严重的洪灾 截至到7号 洪灾已经造成了至少1600人死亡 150万人无家可归 还有1300万人的生活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 而天气预报显示 未来几天依然会有暴雨 这恐怕会使得灾情进一步的加剧 巴基斯坦总理吉拉德已经请求国际社会 向巴基斯坦灾民提供亲急援助 巴基斯坦军方7号说 他们已经出动568艘冲锋舟和31架直升机 参与救援行动 截至当天已经帮助10万灾民转移 军方还为灾民们提供了食品和帐篷等物资 目前大约有3万名士兵正在抢修道路 重建桥梁 6号白天 西北部地区的洪水有所退去 但是6号晚和7号早晨的暴雨 又使河流水位迅速上升 西乡部门预计 阿富汗未来的强降雨 可能会使巴西北部地区灾情恶化 因为阿富汗的喀布尔河流经巴西北部地区 随着洪水涌入印度河盆地 位于巴南部的信德省这几天也一直处于高度警戒当中 西乡部门已经向印度河沿岸居民发出了最高级别警戒 信德省的苏库尔地区在24小时内已经有70个村庄被淹 当地居民眼看着自家的房屋和赖以为生的农田 瞬间被洪水淹没 显得茫然无助 信德省官员表示 由于担心家里财务被偷 很多人不愿离开 政府部门和军队只能采取联合行动 强制居民撤离 洪水对巴基斯坦的农田造成重创大片粮田被淹 旁着不上80%的粮食储备因洪水被毁 世界粮农组织的官员担心 巴基斯坦会在洪灾过后面临粮食危机 洪灾还威胁到了发电站 很多发电站已被迫关闭 电力和其他基础设施的完全恢复需要几周的时间 巴基斯坦总理已经请求国际社会向巴基斯坦灾民提供紧急援助 目前国际社会已经向巴基斯坦捐赠了数千万美元的援助了 中国政府捐赠的价值一千万元人民币的人道主义救灾物资 包括水净化设备 药品 发电机和帐篷等等 已经全部运抵了灾区 此外美国沙特等国也纷纷响应号召 向当地提供人道主义救援物资 并且开展救援行动 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已经从中央应急基金中多款一千万美元 并且呼吁国际社会提供更多的捐款 接下来跟进一下俄罗斯的火情 俄罗斯中部以及福尔加河沿岸部分地区的森林大火的火情明显的缓解 一些地区的大火已经完全被扑灭了 但是莫斯科州还有夏诺夫哥罗德州的火情依然很严峻 森林燃烧所产生的浓重的烟雾7号依然笼罩着莫斯科 空气污染严重 截止到目前火灾在俄罗斯境内17个地区 总共造成52人死亡 40多人住院治疗 还有3500多人无家可归 紧急情况部说 目前俄境内仍有577处火点在燃烧 俄方从一些火情缓解的地区 抽派人手支持火灾较重的地区 莫斯科州的火灾形势未得到根本性的扭转 7号起消防人员开始昼夜灭火 来自意大利 德国 保加利亚 乌克兰和白格罗斯的救援队 已经抵达莫斯科市参与灭火 灾情严重的夏诺夫哥罗德州 过去24小时新增火灾面积6000公顷 有媒体报道说 在俄核设施中心所在地 萨罗夫市 俄军队已经挖掘了长8公里的隔离沟 防止火势蔓延至核设施所在地 萨罗夫市位于夏诺夫哥罗德州 被视为俄罗斯核科学和核大国的象征 这里是俄罗斯第一颗原子弹的诞生地 目前也是俄核研洲中心所在地 已经被浓雾整整围困两天的莫斯科 情况继续恶化 7号的天气预报显示 未来几天莫斯科的风向不会改变 仍为东南风 预计笼罩在莫斯科上空的烟尘 会一直停留到11号 据俄罗斯媒体报道 因莫斯科烟雾持续弥漫 德国驻俄大使馆和驻莫斯科领事部 已经暂停工作 奥地利 波兰和加拿大驻俄使馆的 部分外交官及其家属紧急撤离 此外 美国 法国 意大利和保加利亚等国 都提醒本国公民谨慎前往俄罗斯旅行 机场方面 由于能见度大幅下降 大部分起降莫斯科的航班 已经转停莫斯科北部的 卸列美酒沃机场 还有一些飞往莫斯科的航班 不得不转变航线 改建乌克兰 此外 火灾烟尘还影响了体育赛事 俄罗斯足协7号决定 由于空气污染严重 推迟本应于8号在莫斯科举行的 俄足球超级联赛的两场比赛 同时 将本应于11号在莫斯科举行的一场 俄罗斯与保加利亚的足球友谊赛 改在圣彼得堡举行 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的发言人 在7号表示说 梅德韦杰夫以个人名义 向在火灾中失去家园的灾民 捐助35万卢布 也就是约合1.2万美元 预计其他的政府官员 也将会随后向灾区捐款 此外 莫斯科生态监测部门的专家 在7号表示说 莫斯科当天的空气污染状况 是有监测记录以来最糟糕的一天 他建议市民不要外出 自5号傍晚至今 莫斯科整个地区被周边持续大火 产生的烟雾完全笼罩 空气中全部是刺鼻的焦糊味 民众呼吸困难 胸梦咳嗽 眼睛刺痛 有流泪感 求医人数激增 口罩热消 此外 由于莫斯科极少遇到持续异常高温的天气 多数家庭 并为配备空调 风扇等 民众不得不同时忍受护热折磨 专家表示 既好莫斯科空气中污染物的含量 已经达到正常情况下的6倍 专家建议民众尽量不要外出 以减少吸入有害物质 如果要外出 一定要佩戴多层的纱户口罩 专家同时建议民众要多吃新鲜水果和绿色蔬菜 多喝水和适量饮用红酒 以帮助将因吸入烟雾而产生的有毒物质 尽快排除体外 与此同时 俄罗斯的邻国乌克兰 日前也受到了森林大火的威胁 历代居民提供三分之一的电力供应的 加沙唯一一座发电站停止了工作 预计有不少加沙居民要在酷热中度过难熬的几天 断电使加沙一些重要设施 如医院水井和垃圾处理厂的工作无法进行 还会使不少家庭在夜间陷入一片漆黑 然而在这个酷热的夏天 断电的苦恼还不仅仅是这些 与以往不同 这次造成发电站停工的燃料短缺 不是因以色列的封锁造成 据目前控制加沙的 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官员说 燃料不能及时供应 是因为巴勒斯坦政府没有负账 而不负账的原因也不是因为缺钱 而是因为巴勒斯坦政府 与哈马斯之间的政治夙愿 对于哈马斯的指责 巴政府官员则表示 一直以来政府只负担80%的燃料费用 其余20%由加沙电力公司自行筹措 而现在电力公司无法筹集到 那20%的资金断电再所难免 加沙目前有150万人口 2%的电力供应由以色列提供 还有很少一部分由埃及提供 剩余的1%由加沙本地的发电站供应 此前一直由欧盟直接出面出钱 从以色列购买燃料运送给加沙 目前欧盟将这一工作 转交由巴勒斯坦自治政府操作 7号暴雨在欧洲的波兰德国和捷克三国 边境地区引发了洪水 造成7人死亡 洪水将波兰一座 拥有一万八千多人口的小镇围困 需要政府出动直升机帮助撤离 根据捷克北部地区救援部门的发言人说 由于当地的两个大坝的水位上涨 附近至少1000名居民 在军方和警方的援助之下安全撤离 在当地举行的三个夏令营的孩子们也被转移 西乡部门预告说 大雨将会一直下到8号 更多新闻资讯来快速楼栏一组短消息 7号美军驻伊拉克的最后一个作战旅撤离 这表明驻伊美军已经将所有作战任务 移交给伊拉克安全部队 本月2号 奥巴马发表讲话说 驻伊美军作战部队将按照计划 在8月31号之前撤离 余下5万名美军的主要任务 包括支持和训练伊拉克部队 配合伊拉克方面执行反恐任务 保护美国在伊拉克的军事和民事成果等 南非警方6号证实 世界名模纳奥米坎贝尔5号 在荷兰海牙法庭作证中的主角 血钻已经上交给他们 坎贝尔5号在法庭上承认 曾在1997年收到过一些钻石 但是他不知道钻石是否来自 利比利亚前总统泰勒 血钻是指开采在战争区域 并销往市场的未加工或粗加工钻石 利比利亚前总统泰勒一直被控 利用钻石交易的收入 购买军火装备并资助战争 印尼北苏拉威西省官员6号说 该省西澳岛一座火火山 当天开始喷发 涌出熔岩 喷出的火山灰高达上百米 四名住在山坡上的村民失踪 另外有几人严重受伤 火山喷发之后 近4000名附近的居民 已经撤离到安全地带 对失踪者的搜救也在进行当中 印尼全国共有一百多座火火山 是世界上火火山最多的国家 阿富汗两大反政府武装塔利班 和阿富汗伊斯兰党 7号同时宣称 在阿北部巴达赫上省 杀害了八名外国人 和两名阿富汗籍翻译 阿富汗当局并未对 两派武装组织的声明予以证实 阿富汗搜救人员6号 在巴达赫上省库兰瓦姆甲地区 发现了这十人的遗体 7号警方确定 十名死者同属于一个国际医疗小组 包括两名美国人 六名德国人 和两名阿富汗籍翻译 维基揭秘网站7号宣布 将会继续公布更多 美国政府的秘密文件 网站发言人表示 公布文件是为了让民众 加深对阿富汗战争的了解 对美国的国家安全不够成威胁 维基揭秘网上月25号 登出大约7.7万份军方 和其他部门秘密文件 其中绝大多数 为阿富汗战争情报报告 美国国防部5号要求维基揭秘网 不再公布任何秘密文件 并且删除先前公布的数万份 阿富汗战争秘密档案 今天是奥运会开幕式 两周年纪念日 奥运人欢聚一堂 重温感动和辉煌 一秋后 中国北方气温将有所降低 但是南方大部分地区 将会继续维持高温 稍后请继续收看中国气温 大江大湖大武汉 三峡大坝在宜昌 恩师之美超乎想象 神秘神奇神农价 湖北欢迎您 大江大湖大武汉 三峡大坝在宜昌 赤壁故地温泉之都 太极武当养生天堂 湖北欢迎您 水秀山林 古运近辉 美好江苏欢迎您 河南 有着丰富的旅游资源 生产可可和咖啡 可可迪娃馆是位于 世博园掌管C片区 非洲联合馆 掌管的主题是 城市多元文化的融合 整个展馆是以 橙白绿为空间主色 展区入口设计来源于 科特迪瓦著名的象牙海湾 展区内像蘑菇一般的 房屋的形状 可以说是充满了童趣 营造出了一个 充满幻想的空间 今天的科特迪瓦馆 将会展示 科特迪瓦民族舞蹈表演 接下来是一组短消息 中央向台预测 未来一段时间 华北和东北地区温度 将会有一定幅度的降低 但是秦岭淮河以南的大部地区 将持续维持高温 未来由于北方地区 冷空气活动相对频繁 今年华北东北地区 出现秋老虎的可能性不大 由于街道银监会口头通知 严格执行第三套房贷政策 北京各商业银行 昨天紧急下令 一刀切叫停第三套房贷 业内人士表示 北京地区342亿元 个人贷款中 房贷比例高达95% 其中一手房贷占60% 二手房贷占35% 近日国土部联手银监会 对全国1457宗 闲置土地进行清查 其中涉及广州的案例 达54宗 54宗闲置用地 总面积近192公顷 但总出让金额 仅为5.87亿人民币 平均楼面地价 仅约153元每平方米 从目前广州地价水平看 这块地已经升值几十倍 因出售近200万客户资料 而备受指责的 香港巴达通公司总裁 陈碧华 日前正式提出辞呈 该公司董事会接受辞呈 并宣布将出售客户个人资料 所得的4400万港元 全部捐给香港公益金 为期两天的2010中国房车 露营大会 昨天在北京房车博览中心举行 这次参展的房车价位 从4万多到300多万 涵盖了多个品牌的 脱挂式 一体式等多种样式 来自全国各地的房车车主 露营爱好者 房车生产厂家 参加了这次大会 在武警广州 其真的大熊猫 日前诞下 今年成都首队大熊猫 龙凤胎 目前熊猫又在均身体健康 今年2月 年满11岁的 其真和大熊猫林林 自由恋爱成功 并顺利步入洞房 据介绍 其真至今为止 一共生了三胎 而且三胎均为双胞胎 近日 重庆丰都县海拔 1500米的太平坝乡 出现壮美的云海奇观 山巒在烟波浩渺的云海里 若隐若现 千钩万赫都淹没在了云涛之中 站在山顶 美丽壮观的云海美景 尽收眼底 让人仿佛置身于 一幅大师辉豪泼墨的 山水单亲之中 美不胜收 随着经济情况好转 今年上半年 台湾结婚人数大幅回升 15%的男性选择 娶外籍新娘 在芬兰举行的桑拿市场赛 发生惨略 一名俄罗斯选手 亿万身亡 稍后请继续收看中国新闻 伊沙贝拉 横溢盛世 中国总经销 千载精灵气 灵动以汤山 中国南京汤山新城 中国长州 常乐之州 云南京汤山新城